香港的財經應該都會受到影響 但我又不敢說影響有多大 譬如有些位置你都會感覺到受到一些影響 就是過往這幾年其實香港的民企又或者國企 都有一個corporate governance的改變 就是他們在這個公司章程裡面 就加了一些黨的條文 甚至乎安插了一些黨委 可能當你評論那間公司裡面那些黨委的角色 又或者那些黨的條文 公司章程那些東西的時候 就有機會踩到紅線 那些位可能就不是那麼容易去評論得到 如果說回那間公司的基本因素 或者其它東西都勉強應該是不會踩到紅線的 就這樣說給你一句話 但是我當然要想說 就這樣說給你一句話 就這樣說給它 就這樣說給你一句話